他每天都要啃几根新鲜人薄 直到把对方的血液全部吸干才尽兴 从小他就对新鲜血液轻有独钟 每天不喝上几大杯就会感到浑身难受 就好像有一大堆蚂蚁在身上爬 如果冰箱里的库存不足 他便会接上那几个异性朋友来家里玩多人游戏 趁他们睡着的时候 偷偷用小刀在对方肩膀上割到口子 然后埋头享受美味 如果实在是找不到人跟他玩游戏 就连自己每个月来的大姨妈也不放过 其实他也想过用动物血来代替 可试过一次后他就再也喝不下 人类血液的美味是任何动物血液都无法替代的 尤其是亲朋好友的血 那味道是格外的香甜 平常他都是去当地医院的血骨进货 其中小孩子的血最为美味 喝起来甜甜落落的 年轻人的血则带有股淡淡的刺激性 而老年人的血液最差 喝起来有苦心臭味 不过虽然味道有点独特 但加点冰块和福特加也能变成一种别样的享受 为了维持一个稳定血缘 这十年来他交往了无数个男友 许他也不需要猜离 只要事后在身上割到口子 让他尽管吸就行 至于身边的闺蜜他也没放过 他们每个月来的大姨妈 他都会收集起来当饮料盒 而他这种近乎疯狂的行为 已经持续了足足三十年 父亲早就被他吸成了干尸 所以现在他的目光又转向了母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